根据驻军法规定 经中央军委批准 1月3日 200余名陆海空的驻港官兵 圆满完成香港防务任务 一一西别香港 返回内地部队工作 这是香港回归以来第23批部分军官 轮换离港 上午9点40分 驻香港部队在新田军营举行隆重的仪式 为即将奔赴新工作岗位的战友们送行 七年时间里面 无恙无悔 收获满满 感谢驻港部队 对我的培养和教育 感谢首长和战友们 对我的关心和支持 感谢家属还有小孩的理解支持 这个不仅是在我未来的军旅道路上 这在我这人生的一辈子 我感觉都是收获满满的 特别是驻港的驻港精神 驻军五小时 事事连政治 这个观念 肯定会失真地落在我这人生的烙印 在这个地方马上要走了 心里非常不舍 祝愿我们驻港部队的明天更加美好 也祝愿香港的明天更加美好 驻港精神我将牢记心中 并且激励我在以后的工作岗位中 为我们的强军事业做出自己新的贡献 据悉这批军官是从全军选调到驻香港部队工作的 在港期间他们忠实履行职责 威武文明爱港亲民 出色完成了驻香港部队展览中心开放运行 湘江卫士系列演习 联合巡逻等各项重大任务 为宣誓主权履行香港防务 做出了重要贡献 受到香港同胞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 他们离开香港后 将分配到全军相关单位 继续为军队建设贡献智慧力量